现在这种12生肖纪念币这一套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位 现在市场价跌到多少了呢 已经跌到了380左右 一共是12枚 从一轮羊一直到一轮马 总共是发行了12年 它们的面值都是一元 从2003年开始发行 一直发行到2014年 那么从2015年开始发行的羊连纪念币 我们叫做二轮羊 在价格最高的时候 这12枚生肖贺税纪念币 曾经涨到了一千二一套 也就是说像这种品项非常好的光品 但是现在价格也就是380左右 跌去了三分之二还多一点 平均到一枚的话 380除以12 也就差不多30左右 这样一个平均价 那么具体到 每一枚目前价位多少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从2003年一轮羊开始 一轮羊目前的光品 也就是品箱非常好的 从圆卷里面猜出来的 单媒的价格在所有一轮 新销纪念币里面是最高的 它的价格在130左右 一个 一轮猴它的价格是35左右 然后05年的鸡 它的价格是45左右 然后是06年的鸡 价格也在45左右 07年的鸡 价格在25左右 然后是08年的鸡 价格在35左右 第一轮生销贺税纪念币 前六枚它的发行量略少 所以说前六枚它的价格 普遍要比后六枚价格要高 因为从09年的鸡开始 它的发行量就增加到了3000万枚 前面六枚它的发行量 都是1000万枚 所以说从09年的鸡开始 目前市场价格在9块钱左右一枚 10年的鸡 价格也在9块左右 11年的兔 市场价格在12左右 12年的龙 单枚价格在8块钱左右 13年的蛇 单枚价格在5块钱左右 然后就是14年的马 价格也在5块钱左右 价值最低的就是最后两个 都只有5块钱左右 这样算下来 这一套它的价值就在380左右 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历史最低点 第一轮生销赫税纪念币 它的面值全部都是1元 这个和第二轮生销纪念币 它是不一样的 第二轮生销赫税纪念币 它的面值全部都是10元 然后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第一轮生销赫税纪念币 它的整个设计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各种各样的福娃 各种生销图案都非常的有特色 然后整个纪念币看起来也是金光闪闪 非常的漂亮 从收藏上面来说 喜欢收藏钱币的朋友都可以去买上这样一套 因为目前价位虽然处于历史以来的最低位 但是相对于我们长家来说 它可以以一个最低的价格去收藏 也是一件好事 说不定现在就是一个抄底的好机会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凤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收藏 转发 谢谢大人